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试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电影 人肉搜索2,失踪搜救,不负责影评 今天要来聊聊一部新上映的电影呢 叫做人肉搜索系列的第二集 它是烧脑神片,人肉搜索,圆斑人马的续组 那这个2呢,其实跟1可以说是剧情完全没有关联 只是说他们的主题是类似的 就是有人失踪,然后怎样找到这个人 而这个系列就是主打猜不到结局 然后剧情非常的复杂 然后它的剪接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看起来你会觉得完全不会觉得很困 因为节奏很明快 那算是他们的特色 那在网络上最近刚上映之后 就是蛮多人在讨论的 今天就来聊聊这部电影到底好不好看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今天要介绍这个景点呢 我只是说我很累 因为它其实已经开幕很久 我一直没有去 直至最近终于去了 它叫做X-PAR随族管 听到这里是不是它关掉了 其实这个X-PAR刚开幕的时候我就想去 但是那时候人真的太多了 太多人了 真的不想要排这么多的队 你知道吗 那后来它就是中间有几度就是因为疫情 所以然后也打消这个念头 最近终于就要有空就去了 我只能说跟大家的评价差不多 就如果你要去的话 真的不要选择就是假日去 或是什么暑假寒假去 因为这时候大排队 那如果你本身去就是打着你要拍照的话 真的千万不要假日去 原因有两个 因为不止你要拍 大家都在拍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 如果是假日去的话 像说你可能就要廉价 你如果廉价去的话 就会有无数的小朋友在那边 甚至有爸妈 而且他们会推婴儿车 里面就会塞车 而且就会有点可怕 就是看东西都会挤在一起 那里面有三大 我觉得最受民众欢迎的地方 就是海豹区 企鹅区跟水母区 水母区其实基本上就大家去拍照啦 就是大家去拍美照 所以就在水母区大排队 然后再来就是企鹅区很够追 如果你去的时候 刚好他在喂食的话 就会看到 诶到底那个喂养员 到底要怎么样喂企鹅 就是拿起鱼 然后塞到那个企鹅的嘴巴里面 而且你拿给他布丁会吃哦 会看他心情 那最后一区就是海豹区 海豹区那边也是超多人 因为他真的很可爱 就跟那个抱枕一模一样 真的是有够够 所以海豹区我给他一个大腿 看到之后真的秒圈粉 那另外 大家就是会聚集在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玻璃缸那边 有很多的什么烘鱼啊 鲨鱼啊 很多的鱼类 就是他一进来第一区的部分 那边也是一个大家会聚集的地方 很好拍照 主要是那边应该是拍鱼了 拍人很难拍 因为那边真的太多人了 我觉得那一区就跟其他的水族馆一样 就是他们是最大缸 所以在那边看起来最壮观 鱼也最多 所以场面是很大 很壮丽 所以你就觉得 看他们看就觉得伤心悦目 虽然必须讲 大家都说这份虐待动物的鲜鱼 我当然也知道 我也听说 所以我之前要去之前 我也是有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我就觉得说 他都开了 动物都在里面了 不去看 觉得有一点可惜 可惜因为不是说 我赞同说把动物关在那边 然后让大家关上 也不赞同这样的商业行为 但是我觉得说 他既然都开了 然后都已经被关在那里 那这我就看一次吧 我就看那么一次 好不好 就看一次 就这样 所以就还是觉得说 还是要去知道 才能够做批评 对不对 你不要说你什么都没看 那就是一味的那边批评 说他什么虐待动物 或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就看过一次 然后再做评论 这样我比较公道 所以我现在就是做一个 比较公正的评论 他的场馆其实真的不大 对比那种日本啊 或是其他国家的水族馆 我之前在别的国家 海外有看过 其实他们的水馆 都超宝大 台湾就真的是有够小 我只能说有够小 但他的价格 其实我不确定 他涨价会到底算贵啊 算贵 因为可能他有去换算贵 要里面要养这么多的鱼类 还要养企业 还要养海豹 但他那个维修费 或是里面的那个工作人员 也是要吃饭吧 所以五百五的价格 他有一些套票 你可以买加高铁票 或是你买加101观景台的票 就看你的需求 那就建议要提早订 因为他有些热门的时段 就是可能会事先买完 你网路上订话 你可以看时段 那到了之后 你就看你的APP QR Code 这个扫就可以进去 看时段再去 那因为他就是在那个 桃源奥列旁边 所以你可以去逛街的去逛 所以一切的交通 跟附近的商圈 便利性是蛮高的 吃东西也很方便 好啦 那就是关于S-Pod的推荐 当然 讲到这点 还是要讲一下水母墙 很多人就会在那边拍照 要小排队 那如果你 今天爆成就在拍美照的话 你可能就要预留个 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假日的话 可能就要更久 稍微要等待一下 那那边拍完照 就是可以留作一个 很漂亮的大头贴 当个纪念这样 也是算五百五 也是蓝框在里面的 一个小bonus吧 真这样说 那相关的影片呢 我会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咯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电影 人肉搜索2 失踪搜救 不复则影评 那在实际进入影评之前呢 要简介一下 这部电影在讲什么 就是一个18岁的 美国少女 她发现她的妈妈 她妈妈就是 跟她的爸爸离婚之后呢 最近就交了一个新男朋友 他们一起到哥伦比亚度假 度假 就是坐完飞机之后 还有再传讯 到那边走就音讯全武 这个18岁少女叫做穷恩 穷恩就尝试的联系 妈妈就是吴国 最后面呢 就只能够报警 然后联系政府单位 但是在求救的过程之中 就处处受阻 因为毕竟她就不是在美国当地 是在离千里之远的地方 所以她就只能够用科技网络 来寻找妈妈的下落 那你知道手机啊 或是妈妈的什么信箱啊 慢慢连起来 就发现说 中间的疑点越来越多 妈妈的秘密 跟这家庭里面隐藏的一些暗黑 也慢慢地浮上台面 而就是这部电影在讲的 大概的故事架构 而第一个看点呢 就是要结合线下最红的那些 什么社群媒体啊 跟手机的功能 什么抖音啊 IG啊 Siri啊 甚至呢 所谓的什么派遣工作的APP 这些设定呢 就让你在看的时候 哇 真的很贴近你现在的生活 跟你的网络使用习惯 基本上是你现在生活 能够遇得到的APP 她都把它放到这个电影里面去了 甚至连交软体啊 什么FastTime啊 刚刚讲的什么代买的服务 就类似UberE的东西 当然是可以请她去帮你 阿Bana拿东西 或者是去帮你找东西 就多元的东西呢 它就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写的这个剧本 我觉得非常厉害 它必须要很年轻的角度 来看待这一切 因为现在你小朋友 或是现在年轻人 可能就是手机不离声 你有网络中 仿佛就是拥有了全世界 但这些东西 你要怎么把它串接在一起 就很流畅 就蛮考验编剧的功力 而这个是第一个看点 我觉得它就是很厉害 可以把那些社群媒体啊 跟你现在手机用的功能 全部结合到这部电影里面 取算在看的时候 你觉得说好巧妙啊 怎么会这样使用 接下来第二个看点呢 就是延续刚刚讲的 就是科技这件事情 这部电影呢 我跟你讲 它基本上50% 一半的画面 都是锁在笔电的荧幕上面 它就用笔电的荧幕 在那边控制那个 拉页面啊 搜选啊 播电话 就这样拍完一半的电影 我觉得蛮厉害的 基本上是拥有一部 那个笔电 它就可以把这个 就是电影拍一半的 当然就是剧本 写得很精彩啦 里面呢 其实就访问到里面有个 算是男配角吧 它是个 含义的混血男性 叫丹尼尔 嗨尼 那他在这个访问的时候呢 就提到说 这是一个很烧脑的故事 它基本上 把所有的社群软体 在电脑荧幕上面 呈现的状况 编成一个剧本 就太不可思议的 他觉得说 这算是一个 剧本的 一种里程碑 竟然可以在一个 电脑荧幕来做个创作 然后让你看着电脑荧幕 但是你就会知道 这剧情的推进跟发展 但里面有些就是 感觉是什么 Zoom啊 或是跟别人在 Fastime啊 或是 什么监视器啊 但是 他用这样的电脑荧幕的设定 竟然可以把故事 讲得这么流畅 跟紧张刺激 就是蛮难得的 那这一切看似 就是感觉 你听起来就觉得 那这样是不是很省钱 其实也没有 那导演就讲到说 他们当初跟编剧 两个人 就在剪辑的时候 突然 大家脸上都垮掉 为什么垮掉呢 因为其实 当初 就是电影在剪片的时候 因为可能中间过程 耗时几个月 那这个状况就发生了 苹果的iOS系统更新了 所以里面 感觉 你想说苹果更新 跟这部电影有什么关系 因为里面的那个画面 就是那个什么视窗啊 或是什么click啊 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图案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那个收放啊 或是他们 按键的位置 可能有些更动 因为iOS更新之后 他们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些设定 等于是重新要来过 或是 演员的视线 全部都要更改 虽然光是改这些东西 也是很痛苦的 你就没想到说 本来讲说不是就是50%都是在那个电脑萤幕里面吗 所以应该是随便用动画 或是用萤幕 所谓的录制萤幕就可以拍好 就没有 他等于是全部要重新设计 因为iOS改版 现在第三个看点呢 就是剧本翻转再翻转 你永远没有看到最后萤幕 你没有办法猜到结局 虽然这样讲 但很多啦 很多种所谓的神剧 或是所谓的那种翻转剧 就的确他们的设计 就是让你永远猜不透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呢 他的人物角色没有很多 但他很 算是聪明 也算是有点 有蛮多容源的 其实有两三个角色 其实如果你把他 从这个电影里面抽掉 其实也无关紧要 但是你可以猜测得到 他的用意就是让你混淆视听 让你在看电影的过程中 觉得说他是不是有嫌疑 那个人像怪怪的 这个人是不是 他之后会有一些奇怪的动作 但你如果看完就发现 这个角色很像可有可无 他拿掉也没关系 但是他的存在 就让你就想的更多 让你去猜测说 这剧本的走向 是不是有可能 往别的地方发展 那其实他拿掉整个没关系 但我觉得算是故意的啦 就故弄玄虚吧 就这样讲 所以他的翻转再翻转 的确是安排的挺好的 虽然我必须还是要讲 他最后最后的那个结局 是可以预期 但是就觉得很像 又回到一个可以预期 就觉得有点可惜 本来我想说应该会让我一个很劣迹 会让我就很surprise 但最后面那个设定 可以猜测到 而里面演女主角 这个穷恩呢 他就在受访的时候 也表示说 他一开始读这个剧本的时候 就被吸引住 他就是一直在猜说 连他自己在看剧本就一直在猜说 到底谁是凶手 到底谁把妈妈绑走了 就是最后面看 怎么跟自己完全想的不一样 就是在内心一不断的呐喊 说这到底要怎么拍 但他拍出来的状况 我觉得蛮厉害的 就是你会觉得是 有心意的电影 因为他的设定啦 所以你看完就不会觉得 老套 又是八股 不至于 就你看的时候觉得 蛮有趣的 没想到是这样的设定 那这是第三个看点 加第四个看点呢 就是关于亲情的故事铺陈 里面就是琢磨于 这个女主角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 关于亲情啊 那青少年就叛逆啊 跟母亲之间的那个 那情感上面的 忽远忽近的纠葛 然后最后面可能就和解 跟他家里面有些 隐藏 那我是为你好 但我不跟你讲 但是后来你发现出 发现说 反而是 你会误会 想说你怎么不跟我讲这件事 然后后来发现说 原来你是别有用意 就是这种 然后亲情之间的纠葛 在里面算是有个完整的论述 也算是个小小的看点 加第五个关于说 这部电影就是片长两个小时 但它聚焦在萤幕 但是却完全没有让你觉得 很脱戏 或者说好无聊 我怎么一直在看画面 因为有时候 它感觉就像是 你以前上那种电脑课 老师把画面全部截取 到他电脑里面去的感觉 你就看到有个老师 在使用他的电脑萤幕 感觉有点像这样 但他的剧情设定 会让你觉得有点紧张 有点不知道他到底 下一步要从哪边去切入 或者他怎么可能 可以想到这个方法 但这个方法 你又觉得说很合理 就是什么 密码忘记了 说他该怎么样 去重新搜寻密码 或者他今天要 找妈妈的一些 什么信用卡 咨询他如何去挖 就是你一方面看 你会觉得说很精彩 但另一方面 就是说真的是 现在人的资料 真的很容易取得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 害进去别人的生活里面的话 如果你用点心 其实是做得到的 这件事情也是蛮值得 就是损失的 那这也是这部电影的看点 接下来第六看点呢 就是关于说警察 查案跟失踪人口的问题 还有一些家庭问题 这些东西有可能会 触及到一些暴雷 所以就不深谈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 有想要去了解一块 还有网路犯罪的东西 诈骗之类的 虽然是有点到啦 没有到很深刻去谈 但我觉得剧本 真的算是蛮缜密的 就是至少看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哇很跳腰 或是觉得很猎奇 就是你看说 觉得说很顺 虽然有些东西 你会觉得说 太太聪明了吧 他怎么会想到这一点 但一切窜在一起 你会觉得说 很像也是合理 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可能他就是 从小一出生 就是生活在这些媒介里面 所以他本来就很熟悉 所以也是可以理解 整体来说 我觉得是一部蛮值得一看的小品 那看完之后 你不会觉得很失望 就会觉得 真的是蛮生活化的 那也是有可能发生在你身边 而且你从中 你可以学习到一些 算是查资料的技能吧 就这样说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 人肉搜索 失踪搜救的 不负责音频 听完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 欢迎到Spotify 或者到Apple Podcast 按下五星的评价 那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你是骗商 你可以要试片的话呢 或是你是餐厅 有那种开箱啊 或是试吃 或是各种合作的可能 都欢迎到资讯栏 我也有新箱 或是可以到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资讯跟我联系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如果行动你的评仇 你ね 对